我从小有个癖好 山东有时候常常会在家里吃馒头 我就会边吃馒头 边把馒头咬成一个形状 比如说我吃吐司 我就会把吐司咬成一个爱心 真的咬 很厉害 而且这个制作公司给我一个吐司 他如果准备一个馒头的话 我可以咬个3D立体的 什么厉害 没有展现出我的童子宫好不好 你是不是可以 严丽轩两位鸭齿最好的 一个是你 一个是她老公 对 她老公可以用牙齿把指甲咬成 跟你去做美甲一样 很漂亮 她已经预计要开个美甲店了 用牙齿咬 可是我咬完之后 我咬完之后 我还会逼我最爱的人把他吃掉 真的 所以我想说我咬完之后 就会让我爸爸把他吃掉 然后他不吃我就会哭 我就你就为什么不爱我 你嫌弃我 然后结婚之后 离我爸比较远一点 我就逼我老公吃掉 然后他不吃 我就给他情绪勒索 你不爱我 我爸爸都吃掉的 很快 这个很乖 这个很乖 那上面都口水 而且祖师边边都会湿湿的 对 那是更乖一些 没有 这跟阿嬷喂小孩吃 她先把粥 放到嘴盘里面 这样 所以牙齿意思是一样的 我都是为老人 他们没关系的 有关系 好奇怪 好奇怪 我们家就有一个很活跃的老人 就是我婆婆 活跃的老人 来 把我当成暖场工具 什么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我婆婆素有这个东区凯莉姐之称 她有很多什么姐妹会 什么有的没的会的这样 然后那时候我刚跟我老公交往的时候 他就喜欢拎着我到处去参加一些应酬 那我呢 就是每次出去的时候 那长辈都喜欢叫拿卡席嘛 对不对 然后前面要开场的时候 他就会说 大家就很尴尬 你来先讲话什么什么 他就说 没事 没事 我媳妇她以前是主播 来来来 开个场 开个场 对 然后你就自造莫名其妙 就是婆婆讲 你又不好意思 就只好拿起麦克风 嗨 各位姐姐 妹妹 阿姨 叔叔 某某们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就只好就是你知道 而且她要有老太的手势 对对对 要老太的手势 大家好 配合她们的年纪这样 然后开场完之后 想说坐下来好不容易可以吃个饭 然后拿卡席在那边 你知道姐姐妹妹们 又还没喝开 不好意思去唱 推来推去就说 没事 没事 我媳妇小时候合唱团的 来来来 你去唱一首歌暖个场 然后就莫名其妙 就要上去说 为各位姐姐妹妹们 带来一首新不了情 然后又要开来一次 然后我觉得 那可能就是结婚前 然后我们后来就结婚了 就一开始的时候都 OK 还是会拎我出去玩 但后来我就生小孩了 我想说有了小孩 之后我婆婆应该就会叫我 好好的上副轿子 在家里好好的顾小孩 结果有一天晚上的时候 我就在那边这样 哄小孩 小孩刚出生没多久 然后突然听到我手机 叮叮叮响了 哇 来电显示 婆婆 东区凯丽姐 接起来 然后我就听到后面 那个背景音乐叫 你婆婆这么有活力 对 我想说 凯丽姐又在嗨了 又在嗨了 然后我赶快接起来 然后说 Cindia 听那个口气就知道不对了 然后我说你在干嘛 我说我还能干嘛 我妈妈我在顾小孩啊 然后他就说 你不要顾小孩啊 现在有个局 需要你来就是嗨一下这样 然后我想说 我在顾小孩 这样他说没事没事 你等我一下 然后挂了电话 过了不久 我接到 老公的来电 老公说你现在要出门 我说没有啊 我要顾小孩 他说没有 我妈叫我赶快回家 顾小孩让你出门 我说傻眼 就是一个很嗨的婆婆 其实这样还蛮可爱的 对啊 就是很热闹的婆婆 所以你很羡慕这种婆婆 因为像我就是跟婆婆 我就不太认识这样子 对 妳好猜 对啊 就是不太认识之外 然后一开始也是没有很开心 因为那时候要结婚前 又被要求要 然后就会觉得有点生气 什么 婆家家才万贯啊 这种你重点是 我就是不知道啊 没有 她的婚前协议 你不要听她一面之词 什么一面之词啊 特殊条款说 如果男方偷吃的话 不是 不是 不是写双方 每一条方是写双方 你明明知道 很少有女生偷吃嘛 没有 那一条方便 原来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限制男方嘛 全天这样男生都会犯的错 你当时是要求 如果偷吃的话要罰 双方偷吃都要罰三百万 就要给对方三百万 对啊 所以老公一直不签 因为老公 因为他说 可不可以便宜一点 他真的讲这种 我超生气的 他就想要花这笔钱 后来老公已经让库在让库 本来说三百能不能改成两百 后来让库到三百 那能不能好那个 睡内这样子 睡内 哪怕一睡 真的要离婚 但反正后来就有给他杀架这样子 后来结论是变多少 结论就是给他杀成两百啊 刚刚星怡是被当暖场工具 但强哥是把我当助眠工具 什么意思 心情色色的 他就是因为他不好睡觉 所以他睡觉一定要报东西 然后因为我很好睡觉 他一开始我跟Lolita示范一下 他一开始只是这样子 手手会这样垫着嘛 然后会这样抱着睡 然后最后脚脚会这样跨上我身 然后你就只能这样子正躺 然后他最后会 他最近有一个怪癖 他的大母哥跟食指 他会夹住我的阿基里斯肩 什么心怀好样 这里 为什么 什么意思 他会这样子睡 你这样子哪里好睡啊 他还帮你拨金喔 对啊 这样就好睡耶 我觉得很舒压 然后我就这样被他夹住 刚抱完 幸福抱绝了会不会你也觉得 有点阿杀 会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对 真的很热 但他就是喜欢 不然他睡不着 来 接下来要跟大家聊聊 想到就不爽 哪些事会让你气到 呀呀痒痒 呀痒痒 来 莎莎 冷冻食物不会坏 对 很多就是他们什么东西 就喜欢玩冷冻裤板 然后像大家过年不是都会吃乌鱼籽吗 然后每次我在吃的时候我就说 为什么我那时候买回来的 现在吃为什么会有冰箱味 他说 因为那是前年的啊 前年的还是 前年的 对 天啊 然后我然后说 主要不吃今年的 他说 因为今年还新的啊 我们要先吃旧的啊 所以我们就一直要吃 前年或是 对 对 所以每年 你也能不能把那快过期的 往前面 对 所以每次都是吃那种 就是有味道的 然后还有像以前 我们小时候我妈出门规定 我们一定要喝一杯牛奶 然后带着早餐出门 然后有一天我就喝回去说 味道好奇怪哦 然后我想说 算了 我要赶快去上课 我就赶快出门了 然后到学校把面包拿出来 那个 就是还没退冰完全 所以我妈就把冷冻裤子拿下来 让我带去学校觉得会回温 但是 还没有很难不及 对 又送货品主持 好歹也跑一下 然后回家的时候看一下牛奶 发现牛奶已经过期大概 四五天 不行 牛奶不行 对 但他们就会觉得 不会啊 优落乳不就是过期牛奶做的吗 有的妈妈觉得 那个上面标示的到期日子 是有宽限期的 对 就比方说 姐25号其实是可以宽限到28 对 你觉得这个算奇葩吗 一点都不奇葩 我常常拿过期的东西 给我们家老爷跟少爷喝 她老爷就算了少爷也喝 长得好 真的 所以发霉的东西 你也会吃吗 我还是考虑斤酌 你觉得莎莎这样的家人是奇葩的吗 但这个我也觉得不奇葩 因为我觉得至少冰在 你的冷痛库里面冰的是食物 因为像我们家啊 我的先生呢 他是习惯 把垃圾冰在冰箱 垃圾 对 因为他没有 因为他觉得垃圾会臭 我看是 结婚以后跟他住的时候 我真的很不习惯 因为我就是那种会打开冰箱 然后就想说 这个应该可以拿出来吃那种 结果就好几次打开冰箱 拿出来 然后想说有一个便当 然后一打开发现 里面只有骨头 我就想说 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在冰箱 他觉得酱比较卫生 他觉得除了鱼放在外面 会臭掉 会生丑 冰在冰箱就不会啦 可是我会觉得很脏 是因为我觉得一个冰箱里面 只要放一个垃圾 那整个冰箱里食物 好像都变成垃圾 我们两位早食团共同认为 大家刚刚所描述的不够奇葩 那今天规则是必须要上 瘦型牌的 那今天规则是必须要上瘦型牌的 你动的 我会这个喷一喷 也很保鲜的啊 对 你这样动力了 动力下来 永远20岁 很多艺人因为这样痔瘦自豪 3 2 1 再喷 我一直喷一宵了 我双了一宵 你根本一直在双 对啊 站回来 你一直在双 你一直喷我们就这样一直喷 这场是喷一下 但是我们的这位操控这个按钮的 工作人员呢 他终于等到这一刻了 所以他这个是属于 那说他躁郁症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30秒就想挂电话了 他真的很躁郁 这蛮躁郁的 像是我父亲呢 他就是非常急性子嘛 又要说自己 今天都是要报他的料 他就是很急性子 所以我每次打给他 想要讲重要的事情 不到30秒他就要挂电话 他就喜欢是见面 把事讲清楚的那种人 所以他不喜欢 对 然后就觉得很烦 常常想要跟他聊个天都不行 然后有时候他工作一忙 我可能好几 好几个礼拜都看不到他 想说打电话关心他一下 你本来想要感性一下对不对 对 想感性一下 结果马上被挂电话 好好笑 就觉得还蛮心寒 沾了心为奇葩吗 罗莉哈 我觉得不起葩 因为我有收到可靠线报 可靠线报 他会这么的急性子 是因为你让他气扑扑 什么 原来剧情还能这样极短直下 这个话真的不能冰天面 对 那个你有证据吗 没错 我有今天带你来VC 来 来 来 我这个儿子徐欣扬 我最不能够忍受的就是他 很多事都犹豫不决 左顾右盼想来想去 以前我觉得他有那种被迫害妄想症 但是我最不认受不了的就是他 常常去吃饭 我们常常家里面去聚餐吃饭 然后每次一点菜 他就 我们大概一分钟全部都决定 他起码 我说你吃了吗 我看看 大概五分钟还不知道要吃什么 在这方面是我觉得是比较 我不能忍受的 那就是因为你太啰嗦了 对 他才会有点问题 我是天秤座有点选择怪 天秤座 我们讨论去那种太多选择的餐厅 就是看到这太多的秀座 陈志强也是天秤座 真的是犹豫不决 真的有点犹豫不决 我真的会被他气死 比如说他今天要穿什么 他也会在那边犹豫不决 然后说你就要穿这件好 这件好 所以其实我今天来录节目 我六点就起来准备了 不知道要穿哪一个 那算是穿得美衣白的 我觉得他不算是奇葩家 因为有一次我看他的社群软体 我就看到他放了一张 乃哥的黑白照 说 我想谢谢你这么用心地照顾我们 我想说乃哥怎么了 我赶快看内文 没有 是因为那前阵子 爸爸一直照顾他 他想谢谢爸爸 但他用黑白照 没有 我自己很喜欢黑白照 我觉得有一种艺术感 可能跟他沉美 我用胖子也比较好 不适合黑白照 我真的被吓歪了那一次 超可怕的 那次是我错了 你本人比较奇葩 他应该要成本 我觉得他有 不要吹气了 刚好有点恶 戴上不及 你本人都会 黑白照 超可怕 他今天穿得很薄 我怎么可以多盆起来 3 2 1 3 2 1 好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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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兵的 马上下来了 是不是有仇啊 超兵的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讨论呢 快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按下小铃铛 收看最新影片 欢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给我们意见 想看更多精彩内容 请点选旁边的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